OK好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牵动的这个台海关系的 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尤其他牵涉到了军方 主要是有一名失联超过30个小时的金门成信上兵找到人了 这名失联的阿兵哥 这初步判断疑似是因为感情跟债务问题 他穿着救生衣游泳到对岸 但是在游的过程当中 他体力不支被大陆海警发现救起来了 长浅事件到底是逃兵还是投共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但初步判断陈玉珍说应该是逃兵 他飘到那边去被救起来了 那陈玉珍证实阿兵哥人现在在厦门很平安 但是我们的官方国防部到此刻为止 消息掌握似乎没有这么全面 国防部说还在查证当中 而诊断的漂流历程有一点很诡异 郭正亮点出了 他说呢这个阿兵哥被救起来的附近呢 就在三胆岛的海域 三胆岛明明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为什么是被大陆船救走了呢 不过有一个很诡异的地方 三胆还是属于中华民国领土 那为什么是被大陆的船捞动 大陆海警船 对居然就在附近 那表示你的方向并不是往三胆嘛 三胆是在二胆的更下面 那你如果是往这边飘 那不是厦门方向好不好 厦门方向要往那个方向飘好不好 洋流 游不过去 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不是被台湾的船发现 而是被大陆的船发现 对啊 而且二胆跟三胆距离很近 很近 你怎么可能飘不到 我跟你讲啊 事实上 我今天下午就在跟朋友谈 说大胆距离厦门是4.4公里 他如果游得到 那体力是非常好 那二胆大概距离5公里 我本来说 真的游到厦门 让大陆见识到我们的国军建额体力如此机能 那不得了 那结果竟然是海上飘 那结果现在传的讯息是 往三胆方向飘 这个不合理 他一定是往厦门方向游嘛 那也许是游到没体力了 然后开始往外飘 可是已经到了厦门海域了 不然怎么会被对方的船发现 应该是被我们的船发现才对啊 对 而且其实不仅仅是这个 就是我今天有两个问题嘛 一个就是 为什么会是被大陆的海警船给救起来 而不是我们方先发现 然后第二个就是 那为什么 表示我们的船都没有在寻 好同样请来的是詹维源 来替我们就截获 你怎么看呢 这个阿兵哥 他是被这个大陆的海警船 救起来 不是我们的人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一开始金房部清查说 这个阿兵哥只带走了手机钱包 那他身上的救生衣怎么来的呢 还有国防部至今为止说 还没有接获官方的消息 以及这个阿兵哥会被遣返吗 我觉得分几个层次来讲 第一个层次就是说 我认为国防部现在还没有公开 对外很明确的说明这个事件 代表说他们也蛮紧张的 而且他们其实不太敢乱下定论 但我觉得从几个迹象可以看得出来 首先我大概可以肯定 这阿兵哥绝对不是不小心 失足落海 然后不小心飘出去的 原因是因为他有把这个手机钱包带走 那大家知道其实一般这个 假设你是战哨的时候 或者是出勤的时候 那我们是 Ginners不会把手机跟钱包放在身上的 因为他是规定不能带的 那同时他身上是有这个所谓的救生衣的 那有救生衣的话就代表说 他其实是刻意的穿好救生衣之后 然后才下海 然后但是他去哪里 目前不得而知 那当然有人说 他是刚好有个救生衣在旁边 我觉得机会回呼即尾 我觉得他是这个主动的要离开 所谓的当时他驻地的二胆岛 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他往厦门飘还是往这个三胆岛飘 目前的三胆岛是这个陈玉珍委员说的 那我觉得不管今天他往哪里飘 那被所谓的这个大陆的海警船 这个所谓的救起来 或这个遇到把他这个捞起来 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怎么讲 虽然金门是有海巡队的 但金门是没有海军的 因为我们怕两岸这个太接近 然后会有一些军事冲突 所以金门基本上只有海巡队 但即便只有海巡队 因为金门跟厦门跟中国大陆的这个领土 其实太接近了 所以基本上你看那海巡船 他不太会在这个两边的中线 的部分寻来寻去的 因为因为这个中间有很多的所谓 不管是这个 违法打捞沙石这个 这个海沙船 或是中国大陆渔船等等 所以他们为了避免冲突 你会看到很多新闻的画面 都是海巡队站在金门的领土的时候 那望远镜看着海峡中间的这个 大陆渔船 有没有一些违法的问题 假设他真的有违法的问题 后来其实这个海巡所 添购了很多这个 马力比较强的这样海巡船 所以他可以迅速的到施拔地点 那这样子的背景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金门的海巡署的海巡船 他并不是经常性的在他附近 一直绕来绕去 而是将来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紧急到现场去做一个处置 跟做一个救援 所以今天即便是这个上宾 他飘到了三南岛附近的海域 因为是海域嘛不是岸边嘛 所以也的确是极度有可能 被所谓大陆的船只所走到 当然比较诡异的一点是 今天不是被大陆的渔船 不是被大陆的商船 而是被大陆的所谓的海警的船只 所谓拿到找到 而且又的确在所谓的金门的附近 领土附近 这的确是有一点点吊诡 那这样子吊诡 我觉得其实可能是 金门跟厦门这些海域藏起来 就是一个大家属于一个模糊地带 虽然有所谓的彼此领海的空间 大家有划定一个一定的区域范围 但是大家会经常看到新闻 很多渔船也会越界违法打捞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模糊不成文的规定 或许在金下海域里面其实是行事有言的 导致其实就是金门厦上的人 可能会觉得这个其实见怪不怪 但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上兵的问题 他今天已经明确的被这个 对岸的这个海警船只给这个找到了 那接下来他到底会不会被遣返 或接下来呢 这个对岸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 所谓这上兵 因为他不是一般的民众 他是中华民国的职业军人 他有一定的敏感度 所以今天他今天到了中国大陆 领土里面之后 那请问大陆官方要 我会认为单纯的去把他遣返 是对两岸关系 或是造成冲击最小的一个做法 不要在这种有这种军事武力 或军事这个身份上 做任何的一个文章 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 虽然彼此是有点低档 但已经不是以前民国六七十年代 那两岸很紧张 然后一触即发 然后那种 就是几乎这种实际战争行为 发生的一个年代的 没有什么反共意识投销台湾 或者是这个台湾 台湾中华民国民众 然后投报这个中国大陆 这样子一个政治氛围底下 我就不要做太多的操作 把这上兵送回来 那我们这边该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置 那如果今天对岸政府 把它做成一个政治性的一个 文宣或内宣 然后就说有台湾的台湾民众 投共 那我觉得这样子老实讲 对于两岸目前的关系 其实是真的是有点这个 雪上加霜啊 所以后续呢 大陆政府他该怎么处置 这样子一个带有军职身份的一个上兵 我觉得 还是希望就是比较彼此能克制 好好的不要有政治性的操作去处理 那最后还有人讲说 那这个上兵到底是不是投共 那对台湾的影响到底大还是不大 我会认为有当过的兵的人都知道 今天会当到上兵的 基本上是职业军人 是志愿业军人 因为我们一般义务的年份够 当不到上兵了 那当上兵代表说 他是这个职业军人之外 但是问题是他毕竟还是阿兵哥 他能掌握到这个 所谓的国军内部的所谓 机密性或机密性的这个文件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器材等等 其实比较少啊 所以他真的是所谓的头动的话 他对于台湾军方 中华民国军方的影响 我也认为是为乎即为啦 那最后我还是觉得 我们还是回到一点 这个有媒体报导说 他是因为这个情感 或者是这个在务问题啊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是 一时心情不好 那想要去逃离现实这样一个区域 去做出这样的行为 请上这个梦梦水 无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再来一包梦梦水